等號會成立 有沒有可能 有啊 什麼情況 10倍的k加多少 加20等於 來 你把它乘過來 等於11倍的k再加多少 22 你把它移向 請問你 當你的k等個多少的時候 -2的時候啊 當你k等於-2的時候 等號是不是就會成立 那我現在請同學幫我做一件事情 你可不可以找10個數字 讓它的算數平均數等於-2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比如說你找誰 你都找-2嘛 每一個都-2 對不對 -2加-2 再加-2 再加點點點 10個-2 對不對 來 請問你 這個算數平均數是多少 這算數平均數是不是-2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然後 如果今天我們加入一個新的好朋友 來 負2 加負2 加負2 加點點點 加負2 那我們現在這個新的好朋友是誰 你說 這個新的好朋友是20 來 請問你 這時候要除以多少 除以11 來 請問 這時候算數平均數是多少 欸 負20加20 所以這時候是多少 0啊 所以請問你喔 這時候你的算數平均數有沒有比原來再多2 有還是沒有 就有了嘛 所以現在同學 我覺得這個題目 其實它不會很難 請問你 這一個題目 考試這個選項到底能不能選 他說10個數字中加入20 它的算數平均數一定會增加2 對還是不對 不對 考試這個選項是不能選的 這樣可以嗎 這個選項是不能選的 但是 如果我稍微修改一下題目 這個選項可能就變成可以選了 你告訴我怎麼改 你現在告訴我 我可不可以在這個題目上做一點小小的修正 讓它變成考試 它是應該要打勾的一個選項 你想想看 怎麼修改 簡單的修改就好 在10個數據中加入20 算數平均怎麼樣 你這邊只要加兩個字 可能 很好 來 同學 寫上去 你一定要注意考試的時候 它文字的敘述 它的算數平均數可能會增加2 那我跟你講 這一個選項 它就要打勾囉 這樣你聽懂嗎 如果它這邊加可能兩個字的話 對 也確可能啊 對 可能啊 沒有錯啊 對 可能會增加2啊 沒有錯的 好不好 所以你要注意文字的敘述 這麼簡單的題目有沒有問題 沒有 那除了這個題目之外 我覺得好像還有什麼題目可以講啊 來 我們學校很喜歡考某一個題目 這個題目你翻到那個課本第153頁 來 153 這個題目很多同學不太會做 我們現在一起來做 他說有小到大排列的5個數字 12 6 14 來 x 再來18 他已經跟你講這些數字是有小到大排列 把它畫起來 他說有小到大排列 換句話講 請問你 你的 x 的範圍在哪裡 他都跟你說這個是有小到大排列 所以你的 x 應該要怎麼樣 大於等於多少 14 然後小於等於多少 18 這樣可以嗎 他都跟你說了嘛 我的數據是有小到大排列 然後跟你說 如果你用這5個數據去算標準差 他們的標準差算出來是多少 6 好 請問 x 的值 那現在問同學 這個要怎麼辦 怎麼辦 很簡單啦 用我們的公式 來 sigma 平方 看我這邊 變異數不是有個口訣嗎 叫做什麼 平方的平均減掉什麼 平均的平方嘛 對不對 來來來我們現在 平方的平均 減掉平均的平方 來 2的平方 跟著我寫 加上6的平方 加14的平方 再加 x 的平方 再加上18的平方 平方的平均 所以這裡要除以多少 除以5 對不對 然後再減掉什麼 平均的平方 來請問你平均是誰 平均是誰 就是把這些加起來除以5 這加起來是多少 2加6是8 8加14是多少 講話 2加6是8嘛 8加14是多少 22 22加18是多少 40 所以這邊是40怎麼樣 40加上 x 對吧 平方的平均 減平均的平方 來請問你他等於多少 sigma等於6 變異數來平方是多少 36 但是我告訴你哦 考試你把這個寫出來 以你們這麼爛的計算能力 你相信我 你x你根本算不出來 你要不要現在算算看 你能算出x是多少 你要不要算算看 你們會算這個東西嗎 你確定 好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算 我帶你把這一題做一次 來 這是5分之 2的平方多 4 6的平方多 36 同學 14的平方是多少 196很好 196 再加上x的平方 再加18的平方是多少 你們的計算能力拿出來啊 18的平方多少 啊這不會用紙筆去算 算一下算一下 18平方多少 嗯 324確定嗎 算一下好了 1828 8864 6 呃多差 8 1 所以是324 欸沒有錯耶 你好厲害 好 然後再減掉 欸不要笑哦 你們覺得這很簡單嗎 來 5的平方是多少 25 欸 這個打開40的平方是多少 16 然後再減 加上dota 這邊是加上 80x 對吧 然後再加上 x的平方 然後等於36 我這樣寫沒有錯吧 就慢慢算就好啦 對不對 這個 應該不是很困難的事情哦 來 在下一個式子 總學你告訴我 我們是不是可以 簡單的來做一下 通分好了 再0到25對不對 然後後面這裡 來 我就慢慢寫 25 16 加80x 再加s平方 檔一個36 這種題目其實有點無聊 但是你們計算能力實在太多了 所以 我們要帶著同學來做 來 那個同學問你 這要變25 上下2同乘5 我們要不要先把這些加一加 36加4是多少 40 40加196是多少 236 236 再加上324 這加起來是多少 0 蛤 多少 你要不要再講一次 236加324是多少 560 560對不對 那560 現在我們5要變成25 所以560要乘以多少 乘以5 所以他會變成多少 2800是嗎 所以這邊變2800 然後再怎麼樣 加上x的平方 水喔 等一下我們寫錯 不對不是加上s平方 是加上幾倍 5倍的s平方 OK 看錯了 來 這樣 問題 哇 來 我們現在分5是多少 25 5s平方-s平方 所以這邊變幾s平方 4倍的s平方 然後這裡再減掉幾個x 減掉80個x 好 來 誰幫我算一下 2800-1600是多少 1200 對 加上1200 來 請問會等於36對不對 欸 這沒有問題喔 對吧 我都慢慢寫 我慢慢寫就好了啊 這位考試你就慢慢寫就好了 所以來 4倍的s平方 2倍的s平方 減80x 再加1200 好來 誰幫我算一下 36乘25是多少 快點 放我算 這兩邊同乘25嘛 36乘25是多少 多少 900對不對 對吧 有沒有錯 沒有錯喔 來 那我們再繼續整理喔 來 這裡變成4倍的s平方 減掉80x 來 900搬過來 1200-900 所以是多少 加上多少 300 等於0 欸 這樣圖可以 然後接下來怎麼做 接下來怎麼做呢 同除以4對不對 所以這邊變 s平方 減掉多少 20x 再加上300除以4是多少 728 75 等於0 這樣可以嗎 就慢慢做嘛 來 那接下來這個數據應該設計得不錯 十字交成 來 x減掉多少 15 然後這邊称x怎麼樣 減5對不對 來 2 0 看一下 s平方-20x加7 15 沒有錯 來 所以我們最後算出來 來你告訴我 算出來答案是幾個 兩個 5 或者是誰 15 考試你就慢慢寫了 慢慢寫 那請問你兩個答案都合嗎 不是吧 誰猜合 15啊 對不對 這個5是不合的 為什麼5不合 因為題目有講 你的x要怎麼樣 在14跟18之間 所以這一題很簡單 你的x算出來是多少 15 就慢慢算就好了 不要緊張 這樣可以嗎 你要慢慢做 慢慢做 你看 沒有什麼神奇的技巧 就打開 然後慢慢去整理 這樣就可以 這樣會嗎 會嗎 阿姬 知道嗎 這樣做嗎 到底怎麼動 好 這樣可以喔 我看一下還有什麼題目 可以跟你們一般 稍微來 提一下 我再講一題 好不好 再講一題 後面那個睡覺有冷氣 太爽 叫我起來 帥哥 起來啦 欸 子希哥幫我拍空間 我再講一題就好 我要講一百五十三頁 哈囉 一五五三 你猜我要講哪一題 欸 我要講最後一題喔 來請看到第九題 這個第九題請給他三個讚 這個題目要會喔 這個題目大家一起看喔 來看我這邊看我這邊 他說某是段考後 老師把全班的成績 按照下列的公式調整 來調整後的分數叫做yi 就是把原始成績除以2 所以就是1 2分之1的什麼東西 si 然後再加幾分 再加40分 哇 把你的原分數除以2 再加40分 對吧 欸那我可不可以問同學一件事情 這種調分的方式你覺得公平嗎 把你的原始成績除以2再加40分 其實對什麼同學來講些不太公平 對高分的怎麼說 你直接舉例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叫做小A 叫做A同學 然後問你 A同學你考慮極端情況 A同學他假設考一百分 那請問你喔 經過這個調整之後他變幾分 他變九十分耶 欸 如果這個班有人考一百分 他應該會很美爽吧 你把我分數除以2再加40分 我本來一百變九十 好那我再問你喔 有沒有同學他調分前跟調分後 其實沒差的 誰 80分啊 來我問你 如果有個V同學他考80分 對不對 阿你把他的分數除以2 再加上40分 是不是跟原來的分數一樣 所以你從這裡你約略應該有一點感覺 這種調分的方式 對哪個範圍裡面的同學是不太公平吧 80以上的同學 你考分數如果是80以上的 這種調分方式會讓你的成績會變低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稍微有點感覺 這種調分方式對80分以上的同學是不公平的 稍微寫一下吧 這應該是有感覺的 以上 對80分以上 講以上是有含包10分 不然我們寫超過 對超過80分 對超過80分的同學怎麼樣 的同學 是不公平的 你應該知道我的意思 這樣可以嗎 這個應該題目給你就要有一點感覺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 每個人調整之後的分數都不會比原分數還低 同學這是什麼意思 每個人調分之後的分數是這樣 叫做1 2分之1的x 再加上多少 加上40 所以 他說怎麼樣 我們用數學語言來講 他說都不低於原分數 所以他一定會大於檔個dota 大於檔個x啊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原來的分數叫x嘛 調整之後叫2分之1加2分之1x加40 不會比原來低 那你要嘛就是大於他不然就等於他 那從這裡你就發現 來 2分之1倒於x 怎麼樣 小於等於40 那請問你1的x怎麼樣 小於等於多少 80 換句話講 這個班的同學怎麼樣 他這句話他在告訴你 這個班的同學有沒有人考超過80分 沒有 沒有 所以他們老師才敢用這種方式來調分啊 對不對 如果這個班有人超過80分 這樣調分就對他不公平 所以這裡就告訴你 這個班沒有人超過80分 這一個班喔 無人超過80分 我寫一下 本班 無人超過80分 寫上去啊 好